究竟我们选iPhone 13 还是iPhone 12 Hello Hello DJ日记 今天拍一条影片跟大家谈一下 iPhone 13 还是iPhone 12 还是继续用我的Samsung 好呢 这个都是一个几重要的改变 跟我们去移民移居好像都不是很大分别 都要做很多研究做很多议备 如果真的要变真的要走 真的要离开我的Android系统 又要重新去适应 重新去面对很多不同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就站在Apple Shop的对面 就跟大家聊聊天 研究一下究竟怎样好呢 究竟我转不转会好呢 做不做改变好呢 现在还有大约48个小时 就可以做这个决定了 因为离开这个苹果发布会 大约都是48小时左右 我拍这条影片的时间 好 讲一下为何我要想转会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Android系统 其实我用了几年了 我觉得不错的 挺好用的 因为它的灵活性很高 电化很大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特别的用途 iPhone其实我以前都有用的 由第一代开始用到第五代 大约是第五代 然后就转了会了 转了Android iPhone也有它的好处 好处是它的系统设计得很好 它的软件很好 和比较简单方便易用 不用想那麽多东西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有用它 之前 后来转了会后就一直用Android 现在为何又要想转呢 想回转头呢 大家都知道DJ哥现在都是拍影片 拍很多做YouTuber 我开始觉得自己将来拍影片 会很多很多用电话 我开始放弃用相机来拍影片 我会觉得用电话比较方便 但是在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时机下 Android的机所有新机差不多 它拍影片拍得很好 效果亦不错 然后它防震系统也很好 但是现在新系统 在拍影片的时间 很多都不接受外置的收音系统 好像我们买这些收音咪 你要插上Android机 很多都用不了 之前大家有听我的影片 看到我买个OPPO OPPO 很正的稳定器 这样摇是不震的 现在是震的 但是最后我都放弃了 占价卖了出去 除此之外 除了拍影片不可以支援外置 另外就是它取消了SD卡功能 SD卡功能对我拍影片来说是非常方便 因为我每一次拍了影片 我就拔了张卡出来 插到电脑上就可以直接转片了 不用把影片拉来拉去 很花时间 但是Android系统的电话 已经开始 七七八八十十九九都取消了SD卡功能 即是未来我用Android拍片 我要换电话 我都要将影片上昏端 或者买个外置的SSD储存器 苹果一路都无这东西 一路都无SD卡 苹果都无3.5插头 已经 所以我就开始想 究竟我转不转回会 用不用苹果系统 因为我家人都是用苹果 苹果他们跟他好朋友无离开过 这个是我最重要考虑的原因 苹果电话老实说 它很多系统很多功能都很正很好的 尤其是拍片大家都见到很多 拍电影都用整个苹果电话来拍电影都有 跟着剪片Graphic的APP是多很多 漂亮很多 究竟未来我应该用iPhone12、iPhone13 究竟怎样选呢 我亦落个苹果店 跟那些sales聊天 研究 iPhone12的电话都很不错 但他都跟我说 你等多一暂先 就来发布会了 等iPhone13先 没理由不等 一发布会完了iPhone12 又会跌价 iPhone13又不知有什么功能 他们都未知 所以我现在就等这48个小时 大家有什么意见 觉得我应不应该转会 等不等 好呢 iPhone12还是iPhone13好呢 记得下面加点意见给我们 一起分享一下 究竟苹果好还是Android好 整个Apple Shop 相信大家都是采取观望的态度 跟我一样 离远在这边看 看下它看下它究竟最新的iPhone 是会变成怎样 还是没得变呢 在网上的舆论都是很坏参叛的 先讲坏的啦 每个人都谈Apple 没有什么进步 进步得很慢 摘牙膏式每年给你少少 但其他电话已经又摘机又大摘又小摘 又无框边很多功能都出来了 但苹果还在研究究竟那个压头M字压 是大些或小些 因为很多机已经没有M字压 还在研究大些或小些 跟着连子民开机都究竟第十三代有还是没有 但子民开机是一些便宜的Android机已经很流行 是一个正常的功能 还有什么坏的评语 很多例如它电容量又小 跟着都是很多很多 但是很多坏的评语 价钱又贵 设计的机款又老土旧 现在那款好像跟第三第四代那款差不多 没什么分别 很搞笑的 但这么多坏的评语 也很多人亏着买 仍然是亏着买的 包括不同的人 苹果迷也好 不是苹果迷也好 都很留意它的 这个真是它的厉害 当然也有很多好评的 好评的 例如它的设计 它那个Marketing 跟着它的软件很先进 跟着它有的东西人家是没有 因为它所有东西都是独家的内容 人家没有它有 又好像又很特别 又好像很有好评 例如好像它这个店铺 那个扶修电梯 明明那个楼梯是透明玻璃 但那些苹果迷穿着裙子 照走上去都不理你 真的没办法了 你看穿着短裙都是这样走的 那个销事 确实摸摸了头 看着它怕它跌下来 没办法了 人人都要这样走进去追捧它 DJ哥也开始要想转会 都从头苹果怀抱 所以苹果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品牌 在这个世界上 你有你弹我有我做 好像DJ哥频道那样 几多人走来弹 走来踩我台 那些留言 酸又有不酸又有 骂又有 又说你骗人骗子 又说你讲话没关 又说烂面 但又有很多支持者来看DJ哥的影片 所以我真是觉得苹果真是很厉害 我真是要向它学习 向它学习 向它学习什麽 继续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自己想做的事 就是可能是最多人喜欢的事 不会你周围的对手 他们怎样去攻击 怎样去制造一些坏的留言 恶评 总之我自己认为做得好做得对 就向我自己的方向做 那这个才可以建立到一个很强劲的形象 就好像苹果公司那样 如果大家这条片看到 我还在看这个画面 好像一个定格 还在听我说话 证明这个苹果真是超级强劲 也证明DJ哥都不差 都有个实力在 在这再次一次多谢大家支持 无论你想订阅也好 不想订阅也好 都无所谓的 最紧要就是继续努力 花点点精力时间 留意我们的影片究竟在说什么 好了到这为止 拜拜 我又要拍别的东西了